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就是刚才有个网友 第三次告诉我 他去任何台货金 镜头给我看都可以 是货金给啤梨晚布就不行的 这个台昨天都有人专专就来出来了 那为什麽呢 这个是什麽情形 不知道 是谁跟你说是否是尋房 不是 是真的走来的现场 是的 那我为了要试 大家现在可以货金给我们 试试行不行 你们可以货5元 3元 10元 试试一下 因为很多人越来越多人跟我说 如果这样我真的要被人 走到来我们看着他会被我们的票机 给其他可以 给我们再来 是的 就是给我们不行 那为什麽呢 对吧 为什么人家有推幅我们没有推幅呢 就是你说我们相信 如果没有合理解释 只能够说 是真的正式打压 喂 是人家改变什么风格 改变什么风格 改变风格就不能给你频道 是啊 喂 我们为了 就是要来 因为技术问题少了那些收市 是不值的 但是如果要为了收市 好了 变成什么呢 大负一文字 变成了一个 指民 立场 不民是非 是泛民都大赞 要大家送选举 选举 零丹妙 我们做不出 这样说很多人都没有 但是为什么有几个是 不能够呢 真是不知为什么 但是有很多人没有 是啊 你看着 大家也不能够 你说要说越门 那都是我们临危有限 那你去三福气 说真的 你想怎样突破呢 所以我们不是要听多些资源 开拓这些新节目 经常都说做你老母 做中国人 是啊 我们先讲讲新闻 首先特朗普再次 大家搞清楚 特朗普和蓬佩奥分别是串口风的 就说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病毒 是在这个实验室走出来的 首先要搞清楚 大家搞清楚 这个是串口风 但是没有证据就不代表 不是 因为你是拿不到证据的 是 但是如果这样 如果退一半步的话 是不是代表他们 不会搞支那国 或者会搞得少些呢 是吧 老实说 在外围来看 不要说什么一千万人 什么一条命 你只是 他那个门报 只是门报那样东西 就足够打死他了 不要说一千万一条命 就这样要你履行 最近有吹据的 喂 叫你老母 你签了 你说他买多二千亿东西 大家阶段了 没有了 你到现在还没买过任何东西 那算怎么样了 好 于是终极惩罚 据说加一万亿关税 你其实如果说一万亿 你给他加十万亿 那没有分别的 二千亿都没有给你 那就可以分手了 可以制裁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 但是为什么他改口呢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改口呢 我也是有一个分别的 第一 他一定是会追究你 因为你隐瞒的程度 就算他想给你捆 他捆不了了 或者你左膠 或者澳洲的富豪商 你捆不了 有什么分别呢 心态武器 特意弄出来弄死这些人 第一点 第二点 实验室舍流你不小心 都是你舍流是你的问题 第三点 是你吃野味的问题 这个罪名就比较轻一点 因为罪名越轻 你赔的钱就越少 但是你是不是都要赔 各个都会追讨你 这个就是事实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间会暗示 可能会用一些比之前比较轻的罪名 就是不是武汉实验室的舍流 而是自然界 然后你吃野味引出来 我相信都是某程度 平衡了那些商家 平衡了那些左膠的 是在做的 很简单的 开天杀架落地还钱 当你当日是讲到 他制造生化武器 最严重 他制造疫苗 他有这样去讲法 那石鲑蚀 他想研究对抗SARS的东西 于是乎 就将蝙蝠病毒 在其他物种里首 但是不小心摄露出来 那这还不是制造生化武器 但是也是在实验室搜露出来 第三点吃野味 但Anyway 你隐瞞是没得刺 但是罪名 或者世界人对你中华人的观感 或者因此而要拗你的钱 譬如是有一個相關系統,大家都出的USB,大家都這樣 否則口告都不一樣,就很麻煩 對於產品的補給,它現在是放鬆一點的東西給你 當然,這個我仍然因為它沒有把握,它可以控制到很多所謂的民國 都可能會用華為的,有一些5G技術的產品 如果你不跟它統一了的話,日後美國的技術出了這些產品 你要去叫人家就難了,因為人家可能要轉過很多hardware 才可以做到你那個,跟你一般班農的反共,純反共是邪惡 因為他認知中國人的那種卑污,老實說 這個國家或者這個民族,甚至是共產黨最簡單 你想要一個長治久安,奉行普世價值的世界 你真的不要說笑,你起碼要滅掉這個黨 但是這個黨,它說什麼呢?它現在要輸出,他們自己已經這麼狠狠了 你有沒有這麼狠狠独裁,它還要證明,純粹是習近平開始 它要證明給普世說,他們舉了香港時事報告 為什麼呢?因為早前有些參議員,叫他們快點 搞報告,陰加坦,落實條例,搞你了,制裁香港,香港人搞 就是不要說制裁,有些制裁那些陰加坦 那蓬佩奧說,大家定了定,就是回應一下 我們在5月2月之前,在淫大,終於搞了 淫大會議之前,很明顯都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不讓台灣進入?沒有這個先例?台灣進過了 不如我看一看一看,我都解決到那幾個項目 但是也要說一下,首先是麥包的老婆 誰知道是奶粉贏 然後有一次,他又要追那個大頭大哥 叫做人頭大哥 大頭大哥給了一張票 沒有抬頭,他就寫了名字,就把所有錢進麥包裡 原來整件事是怎樣呢?原來那個姓吳的大頭奶粉 就是他拉抬頭,麥包就進去,就是他老婆給了麥包 我不知道,兩個都沒有所謂,就放在麥包的戶口 那那張票是誰開呢?原來那張票是這個姓黃 在鴨油街經營,就是賣電話的黃美方 還有在公司開的,天時達的開 那他又怎麼得過開一張票呢?原來是那個人,姓吳的大頭大哥 又說要搞這樣搞那樣,又要訂貨,又要這樣那樣 那他就給他18萬 那接著呢,過數,今天是法庭失業,你不會看什麼的嗎? 我沒有留意,我英文不好 但是後來他發覺,這個人屠子要了,終於到 大概是這樣 很早 是 的 有 不 我們 dip ay 多